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好禮放送時間 因為大家有機會看這一集節目的朋友 可以拿到今天S-Croset 有沒有 剛剛在後銷行李箱 這一咖可以折疊的收納箱 那怎麼得到呢 請上我們的粉專 來看一下參加的辦法 剛剛提到了很多的細項 因為買一台車 它永遠不是單一項的思考 你會考慮很多的環節 我們剛剛就著重在生活的豐富度 或者是說操控的樂趣 安全 安全這一塊小蘭 它的SSS 我們可不可以多了解一點 好 那其實這一次S-Croset 它的安全配備也算是滿齊全的 像基本的漆氣囊 還有剛提到的360環境盲點 這一些它都有以外 它還有SUZUKI SAFETY SUPPORT 這一套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那裡面就包含了 像全速域的ACC的跟車 還有BSBS雙感支器的一個 煞車輔助 那這個煞車輔助 就是我們常講的 自動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其實它是有三段式的 一個輔助方式 第一段是它偵測到 如果你該煞車沒有煞車的時候 它會先用燈號跟音訊警示你 那第二段就是 如果你這時候踩下了煞車 但是有些女車主可能 我不習慣踩那麼大力 它發現你煞車力道的不夠 不夠的時候 它會幫你加重你的煞車力道 那第三個情況就是 如果你遲遲沒有發現 該煞車真的快要撞上去的時候 這時候它就會主動介入 去幫你緊急煞車 那雖然說它沒有車道維持的 這個輔助系統 可是因為它有疲勞駕駛輔助 還有像是車道偏離警示 這兩個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開長途 有時候你真的太累了 車子已經開始在偏擺的時候 這時候它也會適時的去幫你 提醒你 然後讓你不要偏出去發生危險 那再來就是說我覺得 其實它的一個四驅系統來講 說真的四驅的某方面來講 它也算是一個安全性的提升 因為我們看很多的一些 比如說車禍或是意外 有時候就是在下大雨或是濕滑的狀態下 比較容易發生一些狀況 但是如果你有四驅系統的話 讓你在下雨的時候 或者是濕滑路面的時候 可以更安全 然後高速行駛也可以更穩定 各方面的抓地力的表現都更好的話 那對於安全性來說 也是一個滿大的幫助 那如果你平常真的是有在考慮 車子的尺碼 剛剛我們就提到了 這個幾句為什麼非常熱鬧 因為我的車身尺碼長度在4米5以下 我們看一下 有將近20款之多 爸爸哥 其實20款裡面 我們如果細比 它已經從銷量來看 就有一些比較熱銷的 你怎麼樣會比較 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力 其實我們剛剛不是提到說 這種所謂跨界休旅車 其實它算是這五年來 才變成了一個新興的急劇 但是一轉眼 它已經有20種車可以選了 也就是說它的車身尺碼 沒有像傳統的 我們講主流的SUV 4米6 其實我們講說早期的SUV 也不到4米6 其實你如果差一個世代來看 其實是4米5 像比如說提光 它大概就是差不多是4米5 那更早一點 其實還會略小一點點 那車子是一直放大的 那現在來講 因為我們現在營養好一直長高 對 像比如說現在的SUV變4米6 但是如果你去看現在 如果是豪華級距 雙B的 比如說X3 GLC它都跑到4米7了 那現在雖然我們講說4米6 算是一個我們對於休旅車 覺得說它是一個主流的大小 但是稍微尺碼小一點 它產生出很多好處 油耗 空間的靈活度 這些 那4米5以下的車款 其實現在就很多了 其實最大台的是哪一台 最大台就是Carola Cross 因為Carola Cross 基本上它是用一個 因為它並沒有用B級距的底盤 它用C級距底盤 去做一個車身尺碼 稍微比較緊湊一點的 但是其他的 其實大部分的車款 都算是正規的用B級距底盤 然後把它做成SUV化 休旅車化 加高 車高等等 它是一個比較正規的做法 因為我們統計了一下這20款 就是剛剛說的CC最大 它是446mm 如果比較小的 大家都說可能到4米1左右 Stonic就是4米1多 其實4米出頭 我們講說4米到4米3 大概又會變成是這個級距 裡面比較小一點尺碼的 但是如果再去把它區分一半 超過4米3 你就會覺得整個車子看起來 就會比較放大一點點 然後又不是原來 我們想要它的車身尺碼 緊湊一點靈活 但是你覺得太小的車 你就會一開始 會有一個先入為主概念 會不會覺得說這台車 會不會實用性就受限了 會不會坐起來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4米3 4米4算是一個 現在在這個級距裡面 非常主流的車身尺碼 而且你可以透過一些視覺的方式 去創造車子的放大感 比如說直立式的整個車子的前臉的平面 像比如說你如果是X7大X7 它那整個是平的 你就會覺得這台車就是有放大的感覺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方式 還有我們剛剛不是有說了嗎 它現在因為頭燈裡面的那個線 然後前臉有一個貫穿式的感覺 你也會覺得它的橫向 好像更大半 其實它沒有那麼大 但是實際上它又可以有足夠的空間 因為一直以來算 我們講說現場上面如果是以S-Cross來講 因為Suzuki算是很擅長做小車的 但是它把小車做大的時候 它一定要保有原來小車的好處 然後進到這個市場來 我覺得這個市場現在會很擠 當然很擠 我們來看一下 它自己品牌內就有兩台在這個級距 Vitara 車場是41多 那到了S-Cross是4305的歌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選 我先講一下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現在出一台S-Cross 然後又有Vitara 那買會不會有一次選擇障礙 其實這樣說 就是S-Cross 它其實是承接之前S-X4的那個級距 它就是for家庭 因為它的車身尺碼 其實還是比Vitara大一點點 那我們知道 就是差不多我這個N的 就是我這邊往左的 應該都經歷過 你要跟小蘭中間 除了隔板要切一條線是不是 小蘭還是年輕我三歲 我們必須要坦白講 然後你知道80年代 就是我們達州當時 就是你只要有玩車的 一定有經歷過Escudo Escudo其實就是Vitara車系 在很多越野玩家來講 它算是一個啟蒙 為什麼 因為它便宜好改 然後所以它的越野本質又很棒 所以S-Cross在這個SUV 已經給人家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就是它哪吞哪吞哪吞 那當然後來它有一個更小台的GIMANI GIMANI對玩家而言 當然它算是百分之百Hardcore 我知道台灣的GIMANI玩家 很多是視覺系 那也不管 反正它就是 你比較喜歡越野的 你就是買GIMANI 然後你中度越野 就是大概你心裡有80% 渴望想要去吞 你就是要Vitara 因為它車身尺碼小一點點 你在零到 山林征戰的時候 它大概還是會靈活一些些 那你如果家庭的比重 或是你可能在On Road的比重 更高一些些的 你就是選S-Cross 但是我覺得這一代S-Cross 它有一個好處 可能二區跟四區的比 大概是5比5 因為過去你SX4的時代 你就是只有兩三 你想要去吞也沒辦法吞 所以以大概這樣子的分野 現在的家長 大家你知道 假日都一定要帶小朋友出去玩 然後小朋友會跟你說 我想露營 我想幹嘛這樣 所以你戶外生活其實很多 德哥剛剛說了 那我現在有一個四區系統 對不對 你至少在這台車的極具裡面 你又有一個新的選擇 對 而且你如果 譬如說你的車沒有這個功能 然後你帶小朋友去野營 丟車 然後小朋友看爸爸媽媽很痛 用整半部手機又沒訊號 他心裡也會有陰影 他會覺得我爸媽訊了 現在買車我們看選項之外 要了解一下 到底他們的產線 供給狀況如何 稍後繼續聊 地球王機械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室報導 年底Toyota的選舉 調校出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 太躁進的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油門 地球王機械邀您一起上線 對 對 我們在吃 因此